刘欢 林一连 崔健 担任了这个音乐推荐人的角色 顾名思义就是要推荐他们心目当中 能够代表中国流行乐最高水准的歌手参赛 听起来都是很有难度的 最后能出现在中国之星名单上的歌手 究竟有谁呢 没错 这一次孙楠来了 虽然出道多年早已贵为内地乐坛一歌 但孙楠始终坚持唱歌 行走在音乐的最前线 而这一次他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来到了咱们的中国之心 没有 没有可犹豫的 因为我是唱歌的 那你不唱歌你要干嘛在家里坐着 看别人唱 那我会很难受 一边要筹备自己12月份的巡回演唱会 一边又要参加音乐节目 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孙楠会如何平衡和兼顾两边呢 既然孙楠自己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本周六晚中国之心上 哪个不一样的孙楠吧 行路在线上海才能播到